温柔的妈妈讲起故事,一个童话故事浮现出来。 在天堂与人间之间,有一个叫做有云国的国家, 是将要去天堂的人记忆消失前最后停留的地方。 在有云国呀,有一只企鹅妈妈,看着人间天天哭泣, 到了雨季,企鹅妈妈就会乘坐有云国列车来到人间。 看完自己的小企鹅,此后企鹅妈妈与小企鹅每天欢乐地玩耍。 很快,精灵找到企鹅妈妈,说雨季要结束了, 必须要坐上回有云国的最后一班列车, 不然企鹅妈妈就会去天堂。 企鹅妈妈为了在有云国永远看着小企鹅, 只好和小企鹅拥抱离别了。 就这样,企鹅妈妈在有云国永远注视着在人间的小企鹅。 一个孩子合起童话书,看着爸爸坐在妈妈的遗像旁, 旁边的亲戚都在议论说,自从生了这个小孩, 妈妈的身体逐渐不支,最终悄然离世。 那个小孩叫志浩,爸爸叫阿正。 一年后的夏天,志浩躲在妈妈的衣柜里面睡觉, 爸爸叫醒他去上学。 吃早饭时,志浩和爸爸习惯看天气预报, 志浩再等,等雨季的到来。 天气预报说雨季将要到来, 志浩觉得妈妈会从有云国回来, 即使阿正也有一份西纪, 同时欲言又止,不忍心打破志浩最后的童心。 最终雨季到来了, 在一个早晨,天空下起了大雨, 志浩从被窝里跳了起来, 拿上雨伞穿上雨衣, 沿着废弃的铁路奔跑着。 阿正在后面跟着, 他们来到了废弃的站台。 等啊等,最终爸爸怕志浩感冒, 于是强制背上他, 沿着铁轨走向回家的路。 走着走着, 阿正发现在铁轨碎洞里面躺着一个女人, 他十分担心, 走了过去,志浩不停地摇那个女人。 那个女人醒了, 仰起了头, 是一张阿正亡妻一模一样的脸。 阿正吓得退后了几步, 但发现妻子已经丧失了记忆。 阿正打了自己一巴掌, 发现不是在做梦, 于是志浩带着这个失去记忆的女人回到了家。 阿正和志浩约定好, 妈妈回来的事情要保密。 阿正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 走进志浩的房间, 用手轻轻抚摸了妻子秀雅的脸。 然后阿正和志浩像以前一样生活, 只是志浩出门之前都会亲吻自己的母亲, 而阿正像往常一样则亲吻墙上妻子的照片。 这个女人则在家偷偷翻找之前的自己用的东西, 仿佛在找寻记忆。 志浩回家后与妈妈一起游戏玩耍, 阿正回家后一家人吃饭时, 志浩提出要吃妈妈做的炒年糕, 于是妻子开始做炒年糕, 可是她根本不会做。 当炒年糕从锅里飞出来沾到妻子时, 阿正勇敢地护住妻子, 让年糕弹到了自己身上。 阿正背后烫伤, 这让秀雅也大为感动。 晚上提出为阿正服药, 阿正却误会了秀雅的意思, 以为要她脱衣服做一些羞羞的事。 场面一度尴尬, 随后两人在换药时聊起了过去的事。 两人在学生时代就相遇了, 秀雅是有名的学霸, 一直第一, 阿正是体育特长生, 擅长游泳。 本来他们是并不熟悉的同班同学, 但在一次游泳课, 秀雅游泳溺水了, 阿正挺身而出, 从而救了秀雅。 阿正从此爱上了秀雅, 并一发不可收拾。 在好极有红酒的恋爱攻略的帮助下, 阿正成功和秀雅越走越远, 先是借笔计划失败, 后又是共同跳舞, 把秀雅的鼻子撞流血的尴尬。 于是, 阿正把这份爱与喜欢藏在了心中, 为了避免尴尬, 他们之后再也没有其他交流和联系。 直到他们毕业, 秀雅让阿正写了毕业留言, 阿正欣喜若狂, 秀雅将阿正的一支笔拿走了, 最后秀雅去了首尔大学, 阿正则是在附近读了一所大学。 画面又一转, 失忆的秀雅正拿着那支笔, 志浩也醒了过来, 扑进妈妈的怀里再次睡着了。 秀雅再次追问阿正后来发生的事, 其实在毕业的那个暑假, 阿正给秀雅打过电话, 但是每次电话一响, 阿正总是很怂地挂掉, 最后她又打通了电话。 红酒将电话抢了过去, 并且大声地告诉电话那头, 打电话的是阿正, 阿正才没有挂掉电话, 为了找理由约出秀雅, 阿正说想要那支笔, 秀雅答应了, 阿正欢欣鼓舞。 就这样, 阿正被红酒打扮得花里胡哨地去见秀雅, 阿正十分尴尬地要回了笔。 秀雅要离开时, 阿正说这么热不如去喝个东西, 秀雅同意了, 他们东拉西扯, 说是尴尬却甘之如鱼。 到了晚上, 下起了雨, 他们打着伞在车站等公交车, 一班又一班地公车走过, 秀雅和阿正都找到不同的理由留下, 他们一起等了很久,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, 沉默又羞涩。 可末班车还是来了, 秀雅依依不舍地上了车, 阿正愣了愣, 临着雨追着公交车一路奔跑, 最后追上公交车, 冲上车跟秀雅说, 我们可以写信吧。 秀雅感动地点了点头, 并且用手擦拭了阿正额头的染发剂, 然后阿正被赶下了车。 两个青涩的少男少女, 恋爱自然闹了不少笑话, 看电影的时候, 阿正想要牵秀雅的手, 却意外牵到了后面大叔的脚, 引得秀雅大笑。 最终在送秀雅回家时, 秀雅主动将手伸进阿正的口袋里, 阿正也将手伸进了口袋, 双手紧握, 甜的世界都变成了粉色。 与此同时, 坐在旁边听的秀雅, 也将手伸进了阿正的口袋。 大手再次牵住了小手, 一家三口幸福无比, 一起游戏玩耍, 温馨无比。 就在阿正将母子两个背回家后, 她倒在了地上, 秀雅责备她为什么不说自己有病, 秀雅问她是什么时候开始的, 阿正说是第三次见面后, 时间又来到了他们第三次见面, 秀雅到家后给了阿正一个四叶草挂件, 随后, 阿正因为大脑分泌和耳蒙出现问题, 不能再运动, 而且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。 为了不连累秀雅, 便告诉秀雅自己厌烦了她, 并不再联系她。 一年后, 因为阿正实在太想念秀雅而去首尔看她, 但是那天下雨, 她看见秀雅坐上了别的男人的车, 伤心之余丢下四叶草挂件跑了。 过了不久, 秀雅打电话来, 他们又再次见面了, 这一次秀雅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她, 没过多久就有了知号。 一家人在一起吃早饭时, 听到了雨季即将结束的消息, 阿正慌忙关掉了电视, 阿正和志浩离开后, 秀雅收拾房间时, 发现了自己以前的日记, 翻开后看了起来, 外面下起了大雨。 从此以后, 秀雅开始教志浩做饭, 收拾房间, 洗衣物, 照顾自己。 阿正为了在雨季前留住秀雅, 便将废弃的火车隧道堵了起来, 可阿正发现她怎么也堵不住隧道口, 因为雨水总会冲垮隧道口堵住的木头。 与此同时, 秀雅来到了红酒的甜品店, 拜托了红酒一件事。 时间过得很快, 在给志浩过完生日后, 他们又拍了一张照片, 最终雨季过去了。 志浩上台表演节目, 期待妈妈会来, 等到所有小朋友都说完人生理想后, 她看见了妈妈。 她站上前说, 自己会照顾好自己和守护爸爸。 太阳出来了, 秀雅走向了火车隧道, 志浩追了回去, 阿正也一路飞奔寻找秀雅, 志浩在火车隧道前找到了秀雅, 阿正却因为大量运动而晕倒。 志浩经过痛苦的离别, 秀雅告诉志浩自己死亡, 跟志浩没有关系。 秀雅将要离开时, 阿正又一次站了起来, 赶到了这里, 一家人相看惜别, 秀雅最终还是离开了。 生活逐渐恢复了往常无趣, 阿正的病也恢复了不少。 阿正意外在要吃的药中, 找到了一把钥匙, 由此打开了秀雅的秘密基地, 看到了秀雅的日记。 原来, 秀雅在很久之前就喜欢上了阿正。 在那天, 阿正编编有礼为秀雅上路自己淋雨时, 秀雅就倾心于她了, 跳舞时也是故意跳错脚和阿正一起跳。 秀雅高中毕业也不敢打电话给阿正, 两个人都愁愁不前, 最终是红酒促成了她们后面的故事。 后来, 阿正得病后拒绝了秀雅。 秀雅在阿正来看她那天, 在车上也看见了阿正。 她临着雨追了出来, 发现地上只剩下四叶草杏物。 她去追阿正, 结果被一辆急迟而来的车给撞飞了。 就这样, 她穿越来到了八年后, 与阿正和志浩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。 后来事故中的秀雅又醒了, 她去一一验证, 发现一切都是真的。 在这一刻, 秀雅犹豫了, 她犹豫要不要和阿正打电话见面, 因为见面的话, 32岁的她将要离世, 最终她在死亡和爱之间做了选择。 选择了爱, 不惧死亡, 与你相遇才是我生命的意义。 那天, 秀雅拜托红酒的她在志浩每一岁生日都送上秀雅, 留下的生日贺卡, 每一岁都是不一样的, 仿佛秀雅从未离开, 就像企鹅妈妈会永远守护小企鹅一样。 故事到这里就落下了帷幕, 这是一部温暖治愈的电影, 为了爱从容面对死亡, 为了爱不再自私自利, 为了爱快速自我成长。 爱在这些平凡的人身上体现着伟大, 而我们也是这平凡中的一员。 好了,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, 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关注哦, 咱们下期再见。